圣志向 放声大笑 别笑了 和珅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 说出来 和珅 和珅以为 乾隆马上就要在位六十年了 现在也上了年纪 翻个身都费劲得很 但他却没有要退位的意思 而就在上早朝的时候 这刘罗国就出来搞事情了 很有本 和珅跟大臣们面面相去 都也习惯了刘三本上奏 乾隆拿起奏章一看 一瞬间也惊到了 最后他就质问刘勇 你为何要辞职回家养老啊 刘勇则以自己年迈体弱为由 回了乾隆的话 让乾隆准许他辞职 乾隆半天也不说话 他清楚刘勇根本没到退休的年纪 他也知道刘勇是在提醒自己 现在到退休的时候了 众大臣也都看看乾隆一言不发 最后乾隆就宣布了退朝 画面一转 乾隆召集了所有王公大臣 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 原来乾隆从25岁登基做皇上后 就开始发誓 如果自己能在位60年 到时候会自决退休 绝不能超过先祖要求的60年在位时间 这一年运故席 决定 明年正月初一 善未 刚说完乾隆就观察起各大臣的情况 结果齐刷刷的 没一个人敢说话 这也毕竟是天子的事 也轮不到他们做臣子的插嘴 只有和声刘勇两人 互相看了看对方 但也都默契的选择不说 胡公公这时也喊道 无事就退朝 众大臣看乾隆逼着他们 必须发表意见 就整齐划一的看向刘勇 刘勇也是面不改色 归在原地屁都不放一个 乾隆见状也自己笑了 随即拿着刘勇说事 说你这刘三本今天是咋回事啊 群臣都曾说 刘勇不上本代表天下无事 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 朕宣告善位 可以无后顾之忧了 跪在前面的和们们 听出了乾隆的话外之音 就赶忙向前发表意见 但话到嘴边 却不知道怎么说 毕竟自己大哥退休了 就没法照着自己了 但也没办法 不能当着众臣的面违反圣意 最后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 反而是直冒冷汗 乾隆看着众大臣都哑火了 也瞬间来了气 指着众人鼻子就开骂 说今天是咋回事 除了和爱卿结巴两句 你们咋都变成哑巴了 黑马匹的功夫都不会了吗 起座万岁 臣等只有听从皇上您的安排 才能算是最大的聪明才智 才能算得上是穷才大略 刘庸这话的意思就是 支持皇上退位让贤 但乾隆却想听到 忠诚反对他退位的声音 随后无奈地笑了笑 笑得比哭得还难听 然后就下旨 让众官员跟着一起笑 笑完就说道 你们可不能这样一笑了之 说着就让和尚说出 刚才结巴的话 和尚看领导给指示了 也赶忙给乾隆台阶下 就开始进行长达十分钟的演讲 言外之意全部都是 劝乾隆干几年再退休 这也被之后 乾隆当上太上皇做了铺垫 之后乾隆就告诉仲臣 他已经把哪个太子接班的圣职 放在乾隆公正大光明的牌子之后了 说着就摆架带着众人去看 乾隆年迈不肯退位 反而带着众大臣 先来乾隆公看退位的诏书 刚到屋内就点名让和尚 区区圣职 但和尚知道自己老大快要退休了 自己以后没好日子过了 就双腿软得不行 刚上去一半就往下掉 但没办法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奈何实在是迈不开腿 就跪下向乾隆告罪 让他另找人来做 乾隆也不生气 转头就点名让八王爷上 这八王爷也是人静 走到皇上面前看看牌匾 果断告罪认怂 跪下说自己就算上去了 还是会从一半摔下来 乾隆文辞冷恨一身 就让打算退休的刘庸上去拿 刘庸本就是支持皇上退位的 随即就麻溜的爬了上去 乾隆仍在底下看着 也惦想这么多王公大臣 也只有正直的刘庸 有资格去碰这个 正大光明的牌匾了 很快刘庸就把退位诏书拿了下来 交予了胡公公宣布 转 转 清定 皇十五子 永远 继承皇位 帝号 嘉庆 和门门听到这个消息 心也凉了大半 他跟嘉庆王一直不对付 要是嘉庆当了皇帝 自己好日子就真的到头了 于是就打算硬气的说道 让乾隆再当几年皇上 可话到嘴边还是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 乾隆又怎能不知 和门心里在想什么 于是就说道 皇子嘉庆早就过了儿立之年 继承皇位完全没有问题 和门也不好反驳乾隆 只怕 只怕 只怕什么 皇上 嘉庆王 偏姿 常人聪明 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民那样的 从容自如 与台相间 神舟大致 乾隆听和门这样说 也笑了出来说道 何爱卿啊 刚说过朕能长寿比姚顺 现在是咋回事啊 有朕在 你怕什么呢 我才不怕 我才不怕 不怕 经过乾隆放话 和僧的心也放到了肚子里 赶忙笑着 磕头谢恩 乾隆走之前也交代众臣 嘉庆要继位的消息不能传出去 谁泄密就杀谁的头 说完就带着胡公公走了 可乾隆刚走 和僧就一副金魂未定的样子 想着也要为他自己做做规划了 就在和僧论神时 刘庸却从背后拍了他一下 乾隆刚宣布让嘉庆继位皇帝 和僧就规划起了自己的未来 想着以后要如何讨好嘉庆王 这时刘庸拍了拍和僧 何大人 怎么今儿有点神不守舍 没了往日的威风啊 说些什么呀 什么意思 何门门也懒得大理他 转头就要走 可刘庸却说要看看 你这个大鱼 什么时候被逮住 何门门也不让着他 随即回怼 即使皇上退位 我还是那个不忘初心的忠诚 刘庸一眼就看出 他在强撑着 随即对和僧轻声说 你和僧当年也只是一个小学徒呀 后来有机会见了皇上 这才平不清云 而后又靠着无敌的拍马屁的功夫 从仪仗总管 甚至上书大学士 随着刘庸把和僧的官职 一一报了出来 和僧听后 身板也不自觉的停了起来 真乃 一人之下 万万真之上 炙手可热 如何呀 得呀 刚说完就炒本道 说你和僧只会欺负弱小 接着官职打压百姓官员 还总是用马屁 迷惑慎兴 你的这一切做派 早就众人皆知了 何大人 您敢与下官打个赌 什么赌 和僧不敢拿 和妹妹也硬了一回 说自己什么赌都敢借 刘庸随即说 不出五年 你和大人 必有牢狱之灾 一派胡言 你打什么大赌 刘庸奸笑着上前 说到自己一身 为官清廉 拿不出什么赌注 然后就告诉和僧 如果你五年之内 进不了大牢 我就请你喝一杯 如果五年内 你何大人被押进大牢 如果五年之内 何大人 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 不在大狱 我刘庸 把这顶带花铃 连同这巷上的人头 割下来 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 你不喝呀 此话当真 君子不信 好 话必 刘庸就怂恿各大臣战队 但众臣都明白 只要嘉庆一天不上位 乾隆就还能招着和僧 所以就还是站在了和僧这边 但有意思的是 这次众臣只是战队 并没有帮和僧说什么 和僧看众官员表态 也欣喜得很 并没有想这么多 随即走到刘庸的面前 吵本说 刘三本你吵吵 这就是本官的号召力 这多像一幅画 这幅画 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 不妨叫做 孤芳 孤芳 一众大臣也随着和僧笑了起来 刘庸看到众人这样 直接说到这幅画的名字 该叫中流抵住 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那么和僧与刘庸的赌约 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进行呢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更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